姐,你说什么,爸的公司要破产了 是啊,没想到,咱爸苦心经营那么多年 这公司一眼看着就要破产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这前段时间不是还好的吗 咱爸投资了一个项目,被人给骗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姐,我这手里还有些积蓄,要不你拿过去给咱爸 还是算了吧,你那些钱也解决不了一致安排之急 现在咱爸需要的是一大部分资金呢 可是姐,你说爸现在遇到困难了,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这心里特别着急 行了,你又别跟着着急上火了 本来这件事我是不打算让你知道的 这不你今天非得问我吗 你现在还怀着孕呢,也好身体重要,千万别动脏胎气 那行,我知道了 爸开公司这么多年了,也有很多合作伙伴 这有没有向他们进行呀 行啊,那些合作伙伴跟他们也是利益往来 现在看到咱爸的公司要破产了 一个一个躲着还来不及呢 哪里会帮助他呀 这可怎么办呀 你说爸现在公司遇到困难了 这资金肯定需要很多钱的,这上哪去筹啊 行了,这件事你就别担心了,好好养胎吧 那个,我看也看了,我就先走了啊 那行,爸那边又有什么心里心的情况,你告诉我 我知道了,你好好养身体 我会的 这个怎么办呀 儿子,儿子,你过来 怎么了吗 我告诉您个不好的消息 什么事 这是兰兰她姐啊,这今天上午过来了 啊,我不知道,她来了什么事 我听见了,她说她爸的公司现在破产了 这兰兰说,把她所有的积蓄都拿去帮她爸了 什么了,这我们家的钱怎么能拿过去给她娘家呢 是啊 儿子,妈跟你说呀 你爸你没两个的钱啊 你账号在手里 妈,这之前都是她保管的呢 你给她要过来呀 我不能给她要,我得偷偷地拿过来 那行,不管怎么说 这个钱啊,绝对不能让她拿给她娘家 我知道了 妈,这个事我知道该怎么做 吃几口 妈,肠子 肠子,我喊你了 你怎么不回答我 你喊我干什么 你看,这也都饭了,还在做饭了 你想吃什么呀 你自己不会做呀 你跟我说什么 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坐去 吃鬼就不会做饭 你不会做饭你说什么呀 你就知道吃 我告诉你,这是今天的饭你做 妈,你这是怎么了 今天怎么发那么大的火 这平常也都是你做饭呀 你怎么让我去 今天呀跟平时不一样了 以后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都是你干 让我干 妈,我现在怀着孕呢 这些活我都做不了 怎么做不了了 你快个月这么娇气呀 我告诉你 以后啊 我妈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小公主啊 就是 杨兰 你别以为我和强子不知道 你娘家吧 现在公司已经破产了 我们还会像以前那样供着你吗 我以前依着你 那都是因为你娘家有钱 你娘家能对我有帮助 现在呢 不说能帮我了 还想来咱们家借钱呢 杨兰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我爸公司要破产了 你身为他的女婿 你帮他不是应该的吗 我凭什么帮他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应该什么呀 他要是帮的话 也是他儿子帮他 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 怎么没关系啊 我是他的女儿 这咱们也是亲戚 难道他现在公司破产 你们就受水旁观 你嫁到这个家了 我们才是一样人啊 你要想清楚 你娘家破产了 你就不能帮他 这个家我说的算 你饿了 赶紧给我做饭去 你什么你啊 我儿子瘦的话 你没听到 想吃你们自己做 那你就饿了 我们俩做我们俩的饭 你看看一看 他这脾气 没事妈 以后 有他好日子瘦的 强子 你别玩了 你看我这也在产检了 你陪我一起去产检吧 不去 你不去怎么能行呢 你看外面下着雨 你不去 我自己也开不了车啊 做什么产检 做产检不想花我的钱啊 什么叫花你的钱啊 这我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吗 你自己的钱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告诉你 这个产检不去做 浪费钱 这我做产检 怎么是浪费钱呢 行了 我不想跟你吵架 走 赶紧送我去做产检 去什么去啊 儿子 不去 妈 这医生都说了 每个月都要做一次产检 这不去怎么能行呢 怎么不行呀 我说今天不去 就是不去 想去你自己去呀 这不是外面下着雨的吗 都没有什么关系 在给我喊什么 这孩子不是你的 你不找心疼啊 蓝蓝 你够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 还是以前的大小姐 在这儿哄什么呀 给我出去 在给我喊我收拾你 儿子 我告诉你 你赶快 把这个房子呀 转移到你的名下 妈 我都办好了 我把房产证还有财产 都在我这儿呢 那一颗放好了 别让蓝蓝知道 哎呀 她知道不了 都在这儿呢 那行 这下我就放心了 谁呀 是你 你怎么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 我来看我妹妹呢 看什么看呀 这是来来好着呢 哼 你说了不算 我既然来了 我就要见到她 我说你怎么那么 不知道最近长辈呀 你是长辈吗 你值得我尊重吗 你是谁呀你 你怎么说话呢 我就是人说话的 怎么当 你爸是怎么教育你呢 一天厕制都没有 想怎么教育怎么教育 关你什么事啊 你把你儿子教育好就行了 你得说我 先别我打你 打我试试 你看我可不敢来你 干什么呢 吵什么呀 行了行了别吵了 妈 你别生气 我姐说话有口无心 你别往心里去 我能不生气吗 你看她说的是什么话呀 我跟你说 以后呀 我们家你少来 这是你家吗 我来看我妹妹呢 看我外甥呢 关你什么事啊 不是我家是谁家呀 是你家 是不是你家心里不清楚啊 我成功那么厚 我累着这不走 我清楚什么呀 你清楚我家 你走哪去呀 杨总言之你走 姐 我坐 坐什么快 你给我一边去 你松开我 你个死老太婆 你给我把顿上你 我可没有妹妹好欺负 我就不让你坐 这是我家 我说的快 你给我一边去 你 我给你的东西吗 行什么碰我的东西啊 你听说不能碰呀 这是我家 什么你家呀 你家你家在老家呢 也不知道 你妈是谁不教育你的 那么没素质 你妈教育你 你又教育的好 在这里一老卖老 你快回来 行 我别吵了 我别不滚 你干什么 姐 别吵了 赶紧走吧 我这次放过你 下次别让我看到你 你不是不懂吗 你别走呀你 你妈 你别生气了 莱莱 你说你姐 她怎么那么懂事啊 真是气死我了 行了妈 你别生气 对啊 小小姐啊 真是气死我了 哎 这怎么回事呀 这全部都是我的衣服呀 怎么给我丢出来啊 哎 没见反锁了 开门 你别敲了 你的东西啊 是我给你丢出去的 以后 你也不用再进这个家了 杨兰兰 这是我家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呀 怎么叫你家呀 这个房子是我们三条买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我告诉你 我给你儿子要离婚 你们不能让你滚出去 不可能 这房子是我儿子出开北的 那是你儿子 为了自己的面子 过去骗你的 我告诉你 我也算看出来了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跟你儿子也活不下去了 还能走 我希望看到你 好 你给我等着 真是气死我了